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都是不外乎 就是好像有一点千篇疑虑 所以就是陈玉珍委员就讲说 现在民众不想听侯友宜说话 才是一个问题 因为回答都千篇疑虑 不论记者问什么问题 侯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 久了民众就会对他的回答感到厌烦 不想再听他说话 那我们看这柯智恩也提到了 他说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字句应该要更精致 重点是把这个文字更精致化 把每一个字句弄得更准确一些 而不是保家卫国或是信念 大概这几个词 那再来我们看看 在着罗森伯格唱由台南 那赖清德展现出什么呢 世外人士讲 赖清德跟美方有长期的互动 根本不用面试 是一起去吃吃美食 像我刚刚上一段 高嘉宇讲说光是吃美食就赢了 因为台南美食很多 所以赖清德跟其他的总统参选人 并不相同 这个是他们的绿营人士 我刚刚忍不住在广告的时候讨论说 那我们时尚玩家不是也赢定了吗 如果吃美食就赢的话 我们时尚玩家也可以带着罗森伯格吃 好 再来那题外话 两岸交流等于统战 因为现在马英九要邀请一些陆生来台 那可是马上又有绿营的人跳出来 郑韵鹏讲说有些陆生 是这个中国党书记 党委书记挑选的对象 别不小心成为统战的工具 其实中国也有政治目的 就是作为这个统战工具 我们会帮他把关 那马英九就用他的这个 马氏幽默来回应 他说我真的感谢他们 但是我想我没有那么的幼稚 那当初落委会的办公室 甚至还叫说马英九 你不要把这个名单送出来 因为我们也不会同意 那也不是主管机关 马班就说那不然谁是主管机关 结果陆委会回答说不知道 这陆委会真是太妙了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陆委会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金融时报又有一个新的消息 说独家消息 美国 日本 台湾 现在目前无人机 情报会及时共享 那接下来就是说 要共同来应对 中国大陆可能会 就是武力犯台的情况 那国防部是赶快讲说 这样相关的议测内容并无所惜 北京方面也回应了 就讲说反对 这个就是针对这个无人机事情 反对建交国与台湾 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希望各个国家能够 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要造成台海局势的紧张因素 那现在这个 由于日本 就不得不跟我们签这个渔业协定 因为日本警觉马政府 之前就是对于这个 日本的战略转向转变了 所以才促成了台日的渔业协议 而安倍回应台湾长期的要求 其实不希望马跟中国大陆方面的合作 那符合美国期待之下 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目前台海的失衡 首先看一下中国大陆驻美的大使谢峰 他说当务之急 是管好台湾问题 是最大的风险点 搞兵推的不是中方 改变现状的也不是中方 制造危机的更不是中方 台湾以美谋独和美国的一些人 鼓噪以台制华 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所以今天看到南华早报有这样的消息 就是说中国大陆 现在在打造一个最强舰载雷达 可以搜索到关岛的目标 它可以侦测到远达4500公里之外 来袭的这些弹道飞弹 还能够追踪3500公里之内远达关岛的多个目标 还不止空中 另外接下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 还会有一些大规模的军演 都能够震慑在任何新风作浪的一方 包含了南韩 日本台湾 关岛通通都涵盖其中 我们看到更残酷的一个事情是 美国的海军学会的分析 说台湾的海军在传统和不对等中 现在已经陷入了困境 他们这个智库盘点 中华民国的海军 这个水面舰 有已经老化的二手 这个前美国战舰为基础 甚至不客气的表示 散开来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海军有点太传统 还没有办法应对现在的危险情况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我觉得陆委会不让马英九 邀请陆生来台真的是自打嘴巴 你不是赖清德的诉求是民主对专制 你对台湾的民主这么没有信心 而且我坦白说 大陆的央视在YT上就有 大陆的各个地方台 深圳卫视 东方卫视 上面都有YT 你对堂堂 央视等等 直接在YT让大家直接看到 你就不怕 对马英九这个你怕成这样 这个自打嘴巴 逻辑完全说不通 而且我们用政治阴谋角度来看 那马英九出个包不是很好 那赖清德就当选 对不对 如果马英九起来的陆生都是 都是党棍 那这样民进党不是大胜吗 对不对 所以这逻辑完全不通 我讲白了就是 他对于大陆迟迟不回应 海基海邪 两会对接 他在愤怒 在生闷气 所以他就对大陆要来 他统统都反对 我讲白了就是你在生闷气 就是这样 就是国安会生闷气 说我们连那个台湾要带团去大陆 这个都被拒绝 所以你要跟我对口 你放大陆团也来台湾 让海基海邪见个面 因为他要对外宣传 他要对外宣传说 我们有九二共识 海基海邪一样可以见面 他就把这个当做他的策略目标 只要这个策略目标达不到 他都反对就是这样 如果海基海邪可以见面 马英九请书记来都可以 其子入身 事实上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 我觉得两岸论述坦白讲 柯文哲跟侯友宜是两个极端 我不是说论述内容 我是在讲讲话的策略 你知道 柯文哲就是 他就随口就说出来 可是他第一时间就先讲渔民的利益 他也不是自己乱掰的 因为他是问一个苏傲的渔民 可是就是讲得不够完整 就被人家抓包 就好像你中华民国主权不重要 然后后面再补你知道 然后两段都是新闻 然后他都是亲自讲 所以两次都有视频的镜头 我们侯友宜是 永远以不变应万变 两岸就是保家卫国 国内就是安居乐业 永远都是这四个字加四个字 那你怎么会有新闻 你知道就是这样 那柯P是跟孙悟空72变一样 每天都在变各种戏法 那就不断的出上媒体 那他有那个 他们事实上他已经进入选举作战模式了 所以随时都有视影片 我们看到而且有人来蹭他的粉 所以网路上到处都是 柯P两分钟到三分钟的短片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空战很厉害 我们的好好做事情 保家卫国安居乐业 都没有影片 有啦最近都是一些跟韩国语 你好像 也是有影片 那个是别人帮他做的 我是说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做 而且带有宣传竞选效应的 都没有 这两个就是两个极端 那赖清德 赖清德只要台独的路线不变 我跟你讲 台南的小吃全部吃完了 也是没用 就是这样 好 赖老师 我觉得侯友宜一直在回避九二公司 因为很明显 因为不管你怎么问他 他就是在回避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事实上柯文哲 难道不也是在回避九二公司吗 柯文哲也都从来不回答 所以这两位非绿的 都不回答九二公司的问题 那你没有九二公司 那两岸要怎么走下去 其实他们也都没有答案 然后赖清德在回避台独的问题 美国不管来了 那现在赖清德已经没有胆量 没有勇气 告诉美国人说 我就是搞台独 也不敢 然后所以他对美国人 也不敢讲台独 然后对台湾人 他也不敢讲台独了 所以赖清德在回避台独 那这个就很可笑 两位领导人在回避九二共事 然后民进党的在回避台独 那这个到底 两岸到底要怎么走 三个都在回避 所以现在浮在办公中 对 都是三个人 三个人都 所以我们叫姑娘比没位 就是这个五十步 笑五十五步好了 因为其实三个人都没有两岸政策 三个人也都没有台湾未来的发展 都没有 然后没有了以后又在演什么戏 演什么赖清德不用被考试 那明明白白人家就是考试官 那不然你跑去台南 就跟人家见面干什么 那就是被考试 被考试就被考试 那何必脸就已经丢了 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你就是被人家考试 那所以说我们到美食 到台南去吃美食 请问一下 这个人跑去台南陪你去吃美食 笑死人了 不要说谎 事实上就是去被考试 然后考完了以后 不敢说你要不要台独 不然你今天耐心的 你今天跳出来跟大家说 你有没有跟罗森伯格说 我就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我就是会搞台独 你绝对没有这么说 你也一定说我不会搞台独 不然的话你告诉台湾的老百姓说 我直接告诉罗森伯格说 我不会搞台独 我敢保证你绝对跟罗森伯格说 我不会搞台独 不然的话你跳出来否认 我今天就是直接指控你 你就是这么说 你不然你就跳出来否认 陆委会坦白说没招了 为什么说没招 民进党他一直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希望能达到的目标 就是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下 或是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陆委会或是跟国台办 或是海基会跟海协会 也可以对话 他一直在招这个 可是已经招了七年 事实上是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形下 是完全没有对话的可能性 那既然完全没有对话的可能性 的情形下 他本身没有业务可做 陆委会也好 或者是海基位也好 根本没事可做 他怎么办 他就是阻止 阻止再阻止 阻止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 创造一个有谈的可能性 但是都没有 没有的时候他没有招 没有招你看 不管是这个马英九带团去 他也反对 带团来他也反对 邀请客人来他也反对 因为他什么招都没有 他变成只有这101招 就是无招 什么都不同意就对 什么都不同意 但是薪水照拿 老百姓照样付他们薪水 这些人关照样干 薪水照拿 然后黑头车照做 然后继续还有公务费可以花 就是这些人就是这样 招他人民的纳税钱 招他了七年多 各位观众朋友 你还要忍耐多久 还要忍耐他们怎么 招他我们的纳税钱 台海两岸之间的问题 坦白说我觉得科技的 军事科技的力量 美国领先中国大陆 坦白说已经不多了 而且很多领域事实上 反而被大陆所超越了 对 好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我先谈一下这个 他们谈我们这个海军的事情 我们海军现在的主战舰艇 最年轻的 大概是30岁 康定极舰 所有的战斗系统都是老式的 没有一个神盾的系统 原来很努力的想要研发的 但是结果后来海军 没有通过他的座序的测评 所以没有同意 那最重的原因就是没有钱 我们的预算就这么多 海军一年能够去用于军头的预算 大概在以前的时候 大概350亿 那你想想看 光是潜舰国造那一艘 大概花掉快要两年的 海军的所有的预算 快两年了 那你也去想 这个所有的传统战争 都是大吃小 那我们就是一个 我们已经现在是小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小 可是对不起 我们这所有的国军将领 还是习惯于大的思想 为什么 他们从小成长的那个环军 国军是强大的 他是用了美军的装备 反而解放军的将领 从小成长的是小米加步枪 他们很懂得打不对称作战 你从哪里去看 你到大陆那个 中国国防部的那个网站去看 国防部里面有一格叫做 武装力量 你点进去 有陆海空二炮武警 还有一个你知道是什么 民兵预备队 你点进民兵预备队 你看他有组织有编制 有女兵 就是一般的人民的这样子 然后渔船的编组起来 我请问你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这么强大了 他全部在动员这些 叫做所谓民间的力量 台湾呢 台湾的国军还是认为 我们非常的强大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建军 当然是走不对势 那我就觉得所有人都承认 所有的将领 你跟他去聊天 他说对对 我们应该走不对称 然后所以我们要浅舰国照 这就是不对称的理由 那你就想 不对称那艘浅舰船 530几亿对不对 如果把它拿去做 叫做飞弹突袭艇 一艘大概3亿不到 如果你做很多的话 意思就是说530几亿 大概可以有170 80艘 再这么多可能更便宜 我这样算好了 200艘 一艘可以装两枚飞弹 未来如果在武统的时候 我们是有200艘的飞弹快艇 加上400枚的飞弹 有效 还是一艘 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潜舰 有效 哪一个有效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改变 我们国军的建军 不能够改变 做一个这种不对称作战呢 因为他们传统的观念就是 要高大上的载胎 这是他从进入军队 一直到现在四五十年的 根深底固的思想 那接着我再谈下一个 你知道哪一个人 选择哪个行业 经过四五十年会改变 彻底的改变 他的一些很多的基本的观念 我举一个人 侯友宜 你知道侯友宜是什么 警察 他18岁又进了军校 他跟我一起还在 那个陆军官要收过训 这么多年来 你知道警察给他的基层 援警 一直上来的观念是什么 依法 所有东西你要依法 你不要说你个人的喜好 我举个例子 今天惠友宜说 我觉得这个犯人是蛮可爱的 那我是不是帮他 放他一手 对不起 法律叫你抓他 你就是要抓他 那如果说这个人 太可恶 我几乎想把他打死 对不起 法律说不能就是不行 当个警察 基本上不要把你的 个人的喜好 拉得很高 你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法 然后我再看现在 侯友宜所有讲两样关系 你去注意看 他今天长得好长一篇 他讲两样关系的 你知道吗 从头到尾再坚持一个 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宪法 意思就是说我赞成统获毒不重要 我要执行的是那个宪法 宪法叫我做什么 我就是做什么 这个就是侯友宜一个 一身警察的 他的想法就是一个 就是法律是什么 我就做什么 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 马银九的这个事情 各位去想一下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这两岸的这个 叫做核战的这中间 砝码一直在往战争推 对不对 蔡英文执政这个砝码 快速的往战争推 只有一个人在当总统的时候 往和平的推 就是马银九 你有没有想到 如果没有中间出现一个 马银九往回拉 能不能告诉我今天 两岸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也可以说 现在两岸是不是看起来 是剑拔奴装 非常的紧张 如果现在是马银九执政 会不会有缓和的迹象 马银九有出卖 我们台湾的任何利益吗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 要有一个基本的沟通的 一个管道 让两岸能够觉得 我们是一家亲 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的 就是对抗 对抗 对抗 他只会对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